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星期三跟中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杨洁篪 在瑞士苏黎市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这是中美两国三月在阿拉斯加激烈交锋之后 再次面对面接触 美国白宫在会谈结束之后发表声明 沙利文提到中美有兴趣合作的领域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美国关切的课题 包括了新疆 香港 南中国海 以及台湾等等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则说 中国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但中国也注意到美国表示无意遏制中国发展 不搞新冷战 新华社的报道形容 这次的中美会晤极具建设性 而美国表示将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根据美联社的引述 白宫一位高级官员他说 在长达六个小时的会晤之后 中美原则上同意让两国首脑 美国总统拜登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年底之前举行视频会议 但当中的细节将会在未来几天内确定 瑞士当地时间星期三 以拜登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为首的美国代表团 与最高外交官杨简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 在苏立市酒店举行会谈 城外有大批记者助手 从下雨到天晴 从天亮到天黑 长达六小时的会晤终于结束 中国方面指出这次会晤极具建设性 中美关系取得令人鼓舞的良好进展 会议中中国方面强调不以竞争定调中美关系 而美国则声明不搞新冷战 坚持一个中国 中方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美方表示无意遏止中国发展 不搞新冷战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一名美国高层官员透露 中美原则上同意在年底前举行视频峰会 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则表示 美国和中国仍在研究两国领导人 拜登和习近平举行会晤的形式和任期 目前还没就接触细节达成一致 跟今年三月在阿拉斯加的中美峰会上 两国激烈的言辞交锋 杨洁篪甚至痛斥美国官员战狼外交的情况相比 这次长达六个小时的面对面会晤 进展顺利 两者之间形成强烈对比 那么这会是中美关系新的开始吗 美国之音指出多名专家和政府官员 持有不同的看法 尽管有人认为这次会晤 有助于减少两国之间不必要的冲突 但美国官员认为这次的中美会晤 不应该被看成是两国关系的重新开始 重新启动又或者是解冻 反而是迈入竞争更激烈的阶段 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 政治教授范亚伦认为 虽然这次的中美会谈气氛更为友好 但不会让两国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